这方印课的诗句《山岳临窗静》 出自初唐五律名作《沈全期》所作的 《耶稣西盘岭的汉连》 全诗是这样说的 独有千里外高卧西盘西 山岳临窗静天河入户堤 方春平重绿青叶紫龟蹄 福克空流听包成文蜀鸡 山岳临窗静天河入户堤 这一年中窗前明月高卦 门外银河低垂 事业临窗入户说明已宿 而且是七盘岭之夜宿 若宿于平地则越离人远 下河尽子 银河高窘下河低子 七盘岭上高入云天 所以有月近河低之感 月亮仿佛就在窗前 银河好像要流进房门那样低 山月临窗而近 银河入户而低 四来与人为伴 镜物中写出了动感 无情之物有了人情味 月与银河 与人亲近 那么人的孤寂可想而知 耶稣所见的远景 生动地表现出高卧的情绪